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思想在我们的班级朋友中 基督徒是否是少数 是否会有一些的压力呢 是的 我们思想在我们的四周 因着信仰 可能朋友会不了解 家庭会反对 学校会有很多的压力 老师甚至会开玩笑 会攻击 各种的黑暗的娱乐在我们的四周 也有各种的新闻时事 给我们很大的压力 是的 这是我们要面对的时代 史律宣传第十二章 彼得的时代 他所面对的是来自于 政治上面极大的压迫 把人抓起来 并且关在监牢里头 是的 政治有很大的权柄 政治的权柄把人带到死亡当中 但教会却拥有另外一个权柄 是祷告的权柄 教会切切祷告的时候 我们看到天使带领彼得顺利的出歼 并且把平安 把恩典能够带到那个地方 把生命带来 是的 我们在面对很多的压力的时候 呼求主帮助我们知道 与我们同在的 比与敌人同在的更多 我们站在这里这一边 我们就一无所拒 这一章的要节 在第五节 彼得被囚在监里 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 是的 在四周 也许我们四面受敌 也许有很多的限制 我们是少数 但我们是关键少数 是带来平安 带来生命 带来祷告 带来祝福的少数 我们来祷告 呼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到 我们的确在生活会有不同的挑战 但神把祷告得胜的权柄赐给我们 因着耶稣胜过死亡 因着实价的得胜 我们今天有得胜的确具跟把握 求神把勇敢的心 赐给我们 让我们勇敢高举主 见证主 祷告奉主的名 阿们